北方的狼真的咬人了 这时候我爸一直让我拉着他的项圈 免得他动 后面我爸要给他洗脖子 然后就把这个项圈直接给剪开了 其实这时候我就感觉他好像会咬我 然后我放下手机再伸手的时候 他就突然一刻 不过这时候我爸给我挡住了 然后他就咬在了我爸的手上 咬得特别深 当时出了很多血 这是已经止血过后的伤口 后来我带我爸去打了矿泉疫苗 第二天的时候 我爸的整个手全肿了 今天有点消瘦了 但是我爸说还是很痛 什么活也干不了 最后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平时北方的狼狼被鸡熊吃的东西 因为之前老是有人在评论里说 农村的狗不可能吃得这么好 说我肯定是为了拍视频而喂狗粮 所以他们喝了三罐羊来粉 只能第一罐已经见底了 鸡熊肉饼吃已经吃完了 然后狗饼干一块吃完了 这是新买的一罐冻干 还没有吃